一罐多少钱 那你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 七百就好了 不要送了 不要送了 来来来 谢谢 要一个就好了 一个 谢谢 我们自己不能吃的东西 不能给你们吧 就这样 真的很热情 不会我们台湾都很热情 要诚实以对才有未来啊 对 如果哥这个要以我们 跨台币来讲 这一道要三四千块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南部地区的海鲜市场 它是当初称的 这哪 吹也可以啊 鹦鹉 那这也有黄花鱼 黄花鱼 这个黄花鱼就是野生的黄花鱼吗 确实 那这个是一份两百吗 两次两百五 那很便宜啊 很便宜 这个是你们讲的无锅鱼 无锅鱼 就是罗飞鱼 这个牧鱼仔好可爱 三十块人民币 这是专门卖鱼肚 你们会把鱼肚单独分开卖哦 会 鱼肚一片在台湾大概一片一百元 一百 最二十块人民币 哇 看了这个太幸福了 想吃海外的朋友 可以来台湾玩 真的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要体验台湾的海鲜 我很喜欢你们这样就是明码标价的直接摆 摆在那上面多少钱 你们来看一下 这条东兴搬一千块 就两百多块人民币 大的三两条 小的三两条 这是土头 土头鱼 这个好像就是狮子鱼 这边的海产好丰富啊 很多鱼都能看得到 像在非洲的话 那边的鱼其实很少 种类比较少 尤其是这个黄花鱼啊 我们在非洲吃的那个黄鱼 都没有这种原色这么正的 如果喜欢吃海产的应该觉得超新的 是 这个是叫 明虾 明虾啊 黑色的那个是草虾 它这个龙虾是怎么卖的 这个已经一千三 小吃的已经一千一 这个是青龙 这个是七彩 中华锦绣龙虾 这个是最贵的吗 对 这个是最贵的 中华锦绣龙虾 对 中华锦绣龙虾 这个我们那边 新卖差不多一千八 一千八亿金 这个外面都要卖到两千多 两千多 这个我们水姑娘 现在 这叫什么 水姑娘 澳洲的澳大利亚 澳洲的 这罗斯虾啊 泰国虾 泰国虾 哇 真的是很新鲜 这个就叫 泥澡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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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澡泽里面的 这工的就是女的 会分开 对 因为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他会群群 他很多人群群 他会 性情大发 我们就会 女生穿四小裤的 男生穿三小裤 是的 看得出来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工的 就是母的 对 就工的一些会比较大支一些 对 工的会比较大 这个工的更大 还有 你好 我是昨天跟你说 可以去潜水那个 哦 就是你 对对对 我有看到就是有人推荐我来 这个海鲜市场 OK 谢谢 台湾去哪里都是很和善 都是一样啊 大家都一样啊 哦就是那个 琵琶虾 琵琶虾 对 这是从你来 你们那边来 琵琶虾 哇 这颜色看车车很好看 这个给你啊 你不要心气 哦 没关系 我买就好了 我买 这个我送你的 这个我们 因为做海鲜的东西 多多少少会有紫砂 啊我们 给你来 老板你看你的手 平时泡了很多 为了钱啊 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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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不容易 不要心气 没没没 我们买吧 我们也要不要那么多 好 谢谢大哥 我们要什么 我连蛋都被关了 哈哈哈 大哥被关了 所以不好 鲍鱼我们要一点吧 可是最好不要这只 还是我们 老板太可爱了 实现啊实现不错啊 它是我们 洪武那边的 那我们要 要个三四只吧 好啊 你看不用太多了 因为我们就这样缠缠缠 不用 那个不用 太过力了 真的谢谢老板 真的很热情 不会我们台湾都很热情 真的啦 因为 你每天都会出摊吗 都会摆摊吗 会啊 除了那天我累了 累了就会摆 我没有见到你 我累了 我做休息了 所以会闻是吗 因为我们 吃俏俏的东西 我们要闻看看 有味道不能给人家 我们自己不能吃的东西 不能给你们拿到这里 不管啊 可以 要承词雨对才有未来啊 对 你买三次就好了 一共多少钱 那你给他听一下 谢谢 洗白就好了 那你给他听一下 那个送的我真不用 哥 谢谢你 不要送了 不要送了 来来来 谢谢 你要一个就好了 一个 谢谢 真的够了 谢谢 你可以收 如果哥 这个要以我们 花台币来讲 这一袋要三四千块 这个是怎么卖 一定是满国 那我们称一下这个 谢谢 330 330是吗 非常新鲜 这个你们叫什么鱼 这个我记不清楚了 这个有可能 我是老板娘 老板娘这个请问是什么鱼 黄鸡 黄鸡 这个鱼名字太简单了吧 就叫肉鱼 那个叫什么 藏管是吗 对 因为我看过啊 你有看到过我 有那个说过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这是送的 他可以拿 这是送的 然后他还有给我们家 然后我们就实在是不能要了 这太不好意思了 那我现在是去找个店加工一下 鲍鱼蒜绒色清蒸 然后鲍鱼是什么 直接可以做沙茶或者清蒸 你要吃什么沙茶 你看你想吃什么 炸茶 炸茶 这个呀 台湾人不可以用炸的 你喜欢吗 还是你觉得 一般怎么吃 一般怎么吃 那就炸的好 炸的 谢谢 真的可以吃 这个熟了啦 熟的 就这样吃 你也吃吗 就是 韩子真的 谢谢 不是我吃谢谢 刚刚那个乌鱼籽 我是第一次吃乌鱼籽 吃起来口感很黏牙 有点咸咸的 所以它加上了那个 那个芭蕾会稍微中和一下它的咸味 对 还可以 这个就是九层塔 你说 谢谢 这个是鲍鱼 蒜蓉鲍鱼 这就是台湾基本上是这样的料理 大家如果来台湾玩的话 可以尝试这种代加工的店 它做出来的味道就会比较偏你们当地化 对比较偏台式口味 是 里面肉好肥 好肥哈 好的 谢谢 它就是每个菜好像都会放这个九层塔 巨星的 生蚝第一次这样吃哦 它外面裹了一层面粉吗 对 然后用炸的 就跟蛋一样很嫩 赞点辣椒面更好吃 赞点辣椒面更好吃 赞点辣椒这个鲍鱼 颜色也很好看 好喝 好喝 就新鲜的东西什么都好吃 沙场用炒 很新鲜 肉质特别紧实 然后鲜甜 我觉得比那个葱烧的要好吃一点 它这个蟹肉就一丝一丝的 文理很清楚 来吃清蒸的东西斑 然后它们做法呢 其实上面是撒的有姜葱 味道有蒙 不会 不会就直接这样蒸是吗 嗯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肉 眼灯上的肉 味道很淡 但是呢就是 保留了它的原来的味道 尝一尝这里的肉 有一点甜甜的哈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 总共加工呢是花了600台币啊 大概是130块钱 味道还是挺好的 比较原汁原味 如果大家来高雄逛的话 一定要来这个市场看看 特别有烟火器 而且都是当地人 没有游客 海鲜的价格呢也会比其他市场要低一些 确实确实 嗯 嗯